还经常为我们吃他研发的丹药 几只跟毒药没什么区别 这小子 对了 怎么没见你跟师父一起来寻宝呢 他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提起你的伤心事 没事 事情过去多年 我早已淡忘了 况且我相信 我师尊那个家伙 就是到了阴曹地府 也一样能混得风生水起 这就当你是夸我了 好多人 他们都是谁啊 绿色衣服 是神梦宗宗主静雪 那群魔人是东须宗的 还有太须门宗主玄丰 他们聚在这里干什么 等太极宗禁止消失呗 破了 终于破了 大年的境界终于解除了 太好了 我们快进去 宝贝都是我们的了 走吧 咱们也进去 虽然静置解除了 但太极宗境内 还是有些地方布置了机关 你们跟好我 千万别大意 怎么了 东南方向 隐隐有一股木系灵气 应该是有极品灵草 过去看看吧 喂 你小心点 你说的东西在哪儿啊 快到了 就在前面 想不到这东西 还有独立的法阵守护 不愧是天才地宝啊 那是半生草 而且还是我亲手种下的那株 半生草是什么 仙气顶级灵草之一 服用后可突破境界 寻常一百年的已是绝品 面前这株已有五百年了 哼 这棵仙草是我的 你们来晚了 怎么 难道这草上 写了你的名字不成 蠢货 你看不见这守护阵法吗 若是我不出手 没人能靠近它 这大妈谁啊 口气还真不小 她是西山魔魔 仙剑二百年来 最有名的御阵大师 你们就乖乖在一旁待着吧 看老身破阵取宝 确实有点本事 三层守护阵 一下就破了两层 最后一层乃是水系阵法 只要用土系法术克制 便能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水系阵法中 居然还暗含金气 大妈 这里可是太极松 别拿你低级的御阵经验 来卖弄了 小说放电话 有本事你去取啊 取就取 谁怕谁啊 好 好 好